去年11月 洛縣法院系統宣布 受預算不足的影響 要在8個月之內 關閉時間地區法院 不過法院關門可以節省開支 但是也預計會引發案件審理推遲 等候時間延長 以及法院裁檢員工等等 一系列的後果 今天中午 由超過70個勞工與社區團體 組成的救救我們的法院聯盟 在洛杉磯市中心的洛縣法院門口 舉行大規模的遊行以及示威活動 希望官員們能夠重新考慮 收回關閉法院的決定 聲勢浩大的示威人群 今天聚集在市中心的Q Street上 一間洛縣法院正門前 高喊口號抗議關閉法院 救救我們的法院聯盟成員 來自不同社團 但訴求一致 影響是經濟影響 社交影響 當你都要讓一場旅行區 離開一間區塊 проблем 老實的地方 是很難使人做出工作 也是很難使人 要發揮通過 到另一邊的座院 打扶把這些費用 關閉法院的地方 終於我們沒有希望 保證 健康的民眾 人們zwed 擁有病情 人們 waste 外面的細節 會有很苦的時間 轉向半個步 角度 能夠普通得回報道 去製作 去年11月 洛縣高等法院系統宣佈 應面臨高達5600萬 至8500萬的預算缺口 計劃關閉位於比華麗山 西洛杉磯 馬里布 阿瓦隆 航廷頓公園 惠提爾 波莫納 與聖佩卓等地的時間法院 意味著大批裁員不可避免 在洛縣法院系統工作23年的 馬斯考洛說 他將盡全力抗爭 我正在爭執著公司開啟宣佈 聽到這些公司的公司 和他們的公司 和公司的公司 因為很多公司都在公司 有關 餐廳 服務職員 部分法律援助機構 昨天聯合控告 落縣法院系統與州府 理由是關閉多家法院 將傷害許多落縣居民的利益 特別是哪些需要法律 維護權益的低收入與殘障人士 十八台新聞 洛杉磯採訪報導 都市民政局長 中央公司 中央公司 總央公司 高下 中央公司 沛杉磯 中央公司 吳博 公司 東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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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